我其实已经快50了 然后我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 然后我在国内的话 实际上在很多城市工作生活过 对中国国内的情况非常的了解 两三年前我已经开始在国内 就是情绪上有一些变动 就是我会变得好像对社会 有很多不太满意的地方 我会强忍住不说甩 但是还是会在网上发表很多言论 这个也造成很多困扰 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工作单位 来自于很多地方的一些压力 然后就会让我在思考 还需不需要在这个国家 继续生活下去 然后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彻底下的决心 决定换个地方来生活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体力量 是很薄弱的 然后如果你没办法去改变环境 不如改变自己了 在90年代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政权的高光时刻的话 实际上他们还是 对这个国家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要客观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我当时对朱镕基那个时代 是非常的认可 我觉得整个他对经济 对全球的外交 各方面都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话 虽然它的体制 还是一个一党专政问题 但我觉得整体的发展的趋势 还是很让人觉得有期待的 那后面的话 再换人的话 就开始在维持这个状况 但是实际上已经在倒退了 就已经跟他最高光的时候来讲 差很远 那再换新一届这个领导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点迷惑性 但后面我会发现觉得 他完完全全是走 倒退的道路 另外的话 正因为他自己可能学历的问题 还包括他自己的学识 他越发的就是不自信 不自信反而带来他用很多恶性的行政策手段 来维持自己的所谓的权威 这个是在社会的文化 还有整个社会的质体上来讲 带来很恶劣的影响 就是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集权的国家 当年的话 就是李嘉诚说是要撤资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么优秀的一个 算是爱国商人 因为李嘉诚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来中国投资的 那他现在主动撤离的话 肯定有他理由的 而且他接触的智囊团 接触的人脉的话 跟我们可能一般人完全不一样 他之所以想走的话 肯定有道理 那当时人民日报还是有些大报纸会讲说是 不要让谁跑了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 人家来也是自由 走也是自由 没有说让谁跑不跑 如果你说是不要让他跑 那你难道说你这个国家是个集中营或是监狱吗 然后后面就是 这个国家领导人强调什么 马列主义是绝对真理 这个话对我刺激非常大 这一些理论来讲 会跟我的观点 认知是完全是尖锐冲突的话 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了 因为很简单 他最高的领导说他是绝对真理的时候 底下有一帮跟风的人 他会来打击你的 他不是通过他的逻辑和他的学识来打击你 他是通过他的行政的手段或暴力来打击你 这是用谎言来打击你 然后通过一些社会压力来包裹你 就很简单 你在很多场合你没办法去说话 没办法去表达自己 然后你都会被很多人可能可以恶意攻击 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支持我出来的人就说 你这种情况迟早要喝茶 或者以后的话 如果这个国家搞文革一样的东西的话 会算旧账的话 你被关起来都有可能 就我们走的时候 可能18年19年想走的时候 你没有想象到就说 很多像马云或者是余敏洪 能说一句话的话 会被网爆得很厉害 那时候大家还敢说话 你看现在马云和余敏洪 他们不敢说话 为什么不敢说话 因为这个环境比原来恶化了 他说话的风险更高了 成本更大了 对我来说一样 我现在可能说的话 有些时候就已经是算是 有三天的倾向 或者是那种叫做 就是恶意侮辱什么革命先烈这种罪名了 你会发现中国的戾气很重视 所以整个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反智 但是如果你天天跟一些反智的人 在一块纠缠的话 你觉得人生全浪费掉了 所以你会觉得你一定要摆脱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天天在做蠢事的话 可能头一两件的话 你就觉得他是失误了 那做了实践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蠢货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讲那么多东西了 当然我知道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影视什么